19號清晨4點半 花蓮市明里路上一間夜店 發生了一起砍人鬥毆案件 兩名男子疑似感情糾紛 先是起了口角 隨後一方人馬隨即糾縱返回店內 持開山刀和囚犯 毆打另一方的人馬 導致有兩個人插錯傷 一個人刀傷 離開的時候 還怒閘停在店外的車輛 行徑非常囂張 警方立即組成專案小組火樹 到現場逮到主賢等三個人 並鎖定了其餘共犯 全案是依妨害秩序 傷害回省案移送地檢署偵辦 夜店內突然衝進一群凶神惡煞 手持利刃任意攻擊 離開夜店前還砸毀 停在夜店門口的車輛 行徑十分囂張 花蓮市明里路上的一間夜店 5月19號凌晨4點半 發生巨重鬥毆事件 一群人衝進店裡 朝另一方人馬痛歐行凶 造成一名在店內消費的 裝信民眾受傷送醫 警方獲報 調閱附近監日器 隨即巡線逮到逞凶的 三名祖賢移送法辦 迅速氣貨到涉案的少年及其友人 劉姓 劉南及林安等的盜案並查扣 做完用的開山刀及棍棒等用具 那本分局也將持續地來查氣其他犯險來盜案說明 事發夜店今年初才剛被棄貨店員持槍販毒 如今又出現巨重鬥毆事件 離譜的是店家拒絕提供警方監視器畫面 並刪除檔案阻礙辦案 專案小組除了查扣主機還原硬碟外 也將查辦店家涉及滅政罪 未來警方將持續加強夜店領檢 不容業者挑戰公權力 記者 綜合報導